马太风第六章第十八节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负看见 你负尽暗中拆看 必然报答你 日牧师中间都有句话 人善被人欺 所以在世上 恶人多善人少 人们怕给这种代价 所以行善都要去纳志 但是尤尔牧师这种纳志 如圣经所说 有时我们肉体里没有良善 我们的意愿 想走也好 都走不出来 尤尔牧师为什么在初信主当中 你已经有一个这么大的决心 一个这么大的纳志 要将自己行善的观看 去突破出来 使得尤尔牧师所说的 每一篇信息 都能够祝福得到万人 你问这点对 人善被人欺 虽然不是圣经 但也可以是不漏的定理 因为这就是恶人的心 或者很多人所 希望贪便宜的心 都会在这个方式 在这个世上 就算他未必做一个极大恶人 但起码他就会用这种 嘻嘻骗骗 或者是偷骗拐骗 这种方式 去度过他们的人生 去争取他们的利益 没错 在我们人生当中 善 尤其是坚持善 或者某种类型的善 所谓某种类型的善 就是被人觉得你软弱 你耐弱 你很可欺 其实他比较代价更加高 所以相对来说 行善这条路 代价这么高 所以相对的奖励更加高 不过 很多人以为 你做一下就可以有奖励 但其实不是 神要强调 你做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不是说行善 你是要善人 你不是行善 你是要善人 你才得到 神认为配得给你的 但问题就是 我开始信主的时候 其实帮我的 不是因为我理解了这种心态 代价高 我奖励大 不是 完全不是 我是借助一个间接的方式 我也说过很多次 这个间接的方式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小说 所以我会理解到 一个汉官看小说的时候 他如何期望主角 比如现在很多小说的人都说 某些小说很毒的 原因就是 很激心的 看到的时候你很痛心 你觉得作者是租资你的 你看完之后 有心痛又消极 悲情剧 那种 通常叫做毒 那种小说的人 很毒 教你自己不要看 那种 你真的看完之后 你那几天都不用工作 那种 我真的看过一些 假通 以前的故事 我真的整个礼拜都不用工作 直接都不敢说道 你知道吗 我做牧师的时候 因为在视频 看漫画 因为当时是电影报 开始建立 所以我跟厄本认为 什么样式 我们需要用 哪些样式 occasion我想要做什么 我记得从此有一次 看过悲戏 jotain 我看过这样的悲戏 那真是不可以 所以我直觉了一个 最后我理解了一件事 由看漫画 直播以前的《武俠小说》 我理解了一个 就是 我以观众的身份 去看这部小说 其实我有所期待 有些是期待娱乐,有些是期待轻松 不是期待我看完你,我哭了一个星期 你这样写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慢慢养成,一定看结局 结局,主角已经写了几次 我记得其中一次,当时我觉得最失策 当时我早期看一些很小的卡通 其实也有看过高达那些卡通 但我看了这些都是会找高达那些人 帮我把这些卡通的卡通的卡通 就算我以前早年看的所有电影 都专由Ed牧师负责看完之后 然后就录制给我看 我用这样的保护自己和我家人 跟他看电影都被卡通了 所以我早期已经知道 一个汉官很期待的剧情应该如何表现 因为你有所期待的 你看郭靖的时候 你不会希望郭靖慢慢变成阳康 变成奸人 弄死黄庸之后,还要弄死黄弱尸 你怎样看的? 你真是金庸 你真是金庸 这次被人追赚 你不可以这样写 你知道吗? 每一个汉官 是有所期待的看过小说的 圣经已经写明神这个汉官 他所期待的东西 他已经写明了 写到明了 他希望他的子民是这样 他展示给你看到 他期待和失望的个案 所以早年 一信主不是我已经知道 什么代价性的 我知道有个汉官看着我 他厉害得还要知道我心肠肺腑 那你叫我 我怎样继续犯罪? 何以为计? 我不可以 这个汉官看着我 我自己尚且懂得期待 小说里面的主角 应该怎样走下去 他做得这么好 他应该这么成功 他应该让万人景仰 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真是很厉害 而你不希望看你一个 最喜欢的角色是《庄子未囚》 就岳飞了 岳飞这些只可以在历史发生 不可以在小说出现 你知道吗? 你正宗布葛也好 你四七九四也好 但你不要死 你知道吗? 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看小说的时候 你期待些什么 你也知道小说应该如何发展 就知道他们达到的效果 所以当我 从这个角度就理解了 我是用这个方式 去开始信仰 我真是看有个汉官 最重要是神 我绝对相信 因为我一信主 我就知道真的有神 他绝对是这样看着我 啊 马太风第六章第十八节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汉 见你父在暗中拆汗 必然报答你 多么渴望 珍重我父神 因他每日顾念 之后因 即使在愿 缘患 神恩给我庇佑 始终看顾上道人 诚心感谢 诚心感谢 歌众 心跟他靠近 一生大象 神恩福分 人生勇逸 喜悼 一意尚重真 天出我心 天出我深刻运 多么渴望 珍重我父神 因他每日顾念 之后因 即使在愿 缘患 神恩给我庇佑 始终看顾上道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